花蓮慈激医院是花东地区最大的医学中心 不少就医民众都依靠火车往返交通 台铁花蓮站为了提供更安全便捷的服务 将全台首座的行动车站进驻花蓮慈激医院 每周一、三、五的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 不管是订票、取票、换票还是退票 都可以在医院里面完成 对,我要花蓮到台北 民众拿着钱包走到零柜要购买车票 但你没看错这些动作全都是在医院里头完成 行动车站 花蓮慈激医院属于花东地区最大的医学中心 不少就医民众都得依靠火车往返交通 台铁花蓮站为了提供更安全便捷的服务 23号上午特别将全台首座行动车站进驻花蓮慈激医院 在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两点 不管是要取票、换票还是退票 现在只要在门诊大厅就能轻松办理 我觉得方便啊 民众我觉得非常好 像以前我们都还要跑到车站去 我觉得真的非常不方便 计程车就还要一百块 一百块坐到车站 然后再坐回来就要花两百块 我觉得他现在设这个柜 我觉得非常赞 我们医务通人呢 时常要去比如说观山、玉里 或是到宜蘭或是到台东 有时候去支援嘛 我们同仁就很方便 随时都可以换 不用还要千里迢迢跑到火车站去 为了确保资讯安全 华蓮车站协同中华电信经过反复测试 终于在今年1月下旬完成设备架设 使用服务的民众也从最初的20多人 上升到每日破百人次 因为我陪家母来实际就医 其实等待的时间很长 那我们就近的人还方便 就看到很多真的是拿着车票 抱持产测不安的一个心 不只好是要等待继续看病 还是要赶着回家 然后我们就发想 是不是能把车站走出去 就开始来构思这个 那也很感谢陆局还有中华电信 提供我们一些技术上 还有治安上的一个问题的解决 让我们可以成功的走出来 华蓮池院每天的看诊量 大约有3200人次 其中就有将近7成的病人 是来自华蓮市以外的地区 希望透过台铁与华蓮池院的洗手合作 共同守护大家的健康 让爱没有距离 记者徐立琴华蓮池报导